大家好,我是阿信助教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這個電源插頭為什麼會發熱 我相信有很多人有這種經驗 就是把插頭插到插座去的時候 過一陣子,這個插頭竟然開始有升溫的現象 可能它也不會很燙啦,大概就一直溫溫的,甚至會有點熱 雖然這樣的溫度引不起火災 但是你心裡總是覺得不安嘛 不知道哪一天這個溫度會突然變高 我之前其實一直想要探討這個問題 剛好我在前幾天 把這個LED日光燈插頭的時候 意外的發現這個插頭怎麼會這麼燙啊 它不是溫喔,是燙喔 由於這個溫度異常的高,所以它引起了我的注意 剛好它也沒有燒壞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打算拿它來當作我們這一次的研究案例 然後順便分享給大家 用的就是這條線,就是這條線會發熱 那我們待會就實際來看看這個插頭裡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就先來複製一下當時的情況給各位看 我先把 這個母頭先把它插到日光燈上 先把它插到日光燈 那我現在就直接把電源線插到我這個兩尺的LED日光燈上面 然後插頭的部分就插在延長線上 這個延長線因為它有一些電表的功能 等一下或許會用到 那我們就把電源打開試看看 這個燈會亮 然後呢 關掉,燈就按下去了 那接著呢我們就要來計時,然後同時來測量溫度 那我們就把電源打開囉 電源打開 然後同時計時 計時 好 那我們可能就 等一下 好,我們現在時間已經來到10分鐘了 我們來 詳細看一下它的溫度變化 我們先來看插頭這個底部的部分 左邊這邊是 來,這樣比較清楚 左邊這邊是28度 右邊也是28度 那稍微靠 上面的部分呢 左邊是32度 右邊是37度 右邊比較高一點 那再往上一點呢 左邊是36度 右邊是 44度 45度 看起來好像右邊溫度是比較高的 看起來右邊溫度是比較高的 我沿著右邊的線一直一路往下的話 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 紅點 紅點的這個 焦距上面呢 靠近 電線跟插頭交接的地方呢 這邊溫度是 比較高的 大概都是 44度 45度左右 那所以我猜想呢 右邊這一條線應該是 有一些問題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在右邊這邊做個記號 我用貼紙做個記號 把它貼起來 真的有點溫度呢 這個用手摸有點溫度 5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 把電源關掉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目前的 這個瓦數 目前它吃的瓦數是 5.6瓦特 大家就參考就好了啦 好我們現在就把電源關掉吧 好 那待會呢我們就要把這個線呢 從這邊把它剪掉 然後比較方便來量測這個插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稍微剝個線 喔這個 插頭現在還是有一點溫度呢 有點溫度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電源線剪斷了 那線也都剝好了 那我們就要來量 這個插頭到線端之間的電阻到底有多少 好 有貼膠帶的呢是溫度比較高的 沒貼膠帶的是剛才溫度相對比較低的 我們就來量量看 先開電阻檔 然後 我們先量溫度比較高的這一邊 拿個夾子把它夾起來 稍微固定一下 然後我們來測量一下 插頭到線端的主抗 你看它大概2.2kΩ 正常來講的話 以導線來講 尤其是電源線不應該有K級的 這種電阻存在啦 所以這一路一定是肯定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插頭裡面 有一些問題讓它產生了一些電阻 哇你看現在已經3點多K了 那我們現在來換另外一邊 換另外一邊先把導線固定起來 好然後我們來量一下 它的電阻是多少 你看 0.8 0.7 Ohm 事實上它這一路的導線 應該還可以更低啦 因為我們現在量的是非常低的電阻 所以這個0.3搞不好還 搞不好還有一點偏高了啦 等會呢我們可以用一些 像LCR meter這樣的東西 來量看看它實際真正的電阻值 是多少 好來我們馬上就換了一個電表 這個電表叫做LCR meter 它專門就是在量 電阻電感電容用的 那它可以因為它是視線式的測量 所以它可以量非常精細的電阻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吧 那個 LCR meter的原理我就不講了啦 我們今天只是拿它當作工具而已 來鱷魚夾先把它夾好 夾好 他們這種叫視線式的測量啦 有興趣可以看我右上角的這個 影片介紹或者是文章介紹 來 我們看一下 你看 剛才我們量什麼0.8 0.9 其實都還算高了啦 0.02 Ohm 才是這個東西 真正的電阻 當然 你如果再用更 精密的 像什麼微阻劑啦 或是更精密的LCR meter 它量到了電阻 可能又會 更精準 那我們這個0.02 我只是讓大家 知道說 其實我們三用電表 它所測的主抗 當你在測一個很低的主抗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 沒有這麼準確的 你要量很低的主抗 你要用這個微阻劑 或者是說用LCR meter 也可以啦 好 那我們這LCR meter 我是因為 我們電源是60Hz啦 所以我這邊頻率是設定成100Hz 就加減模擬一下 很接近60Hz 那這樣就好了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總之呢 我們就是 有貼膠袋這邊呢 這個插頭裡面 一定有某些問題 可能大家會好奇 另外一邊的主抗是怎樣 那我也順便量一下 我把它挪過去 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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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這個 好 然後這邊 我會把它挪過來 再挪過來 來量一下 看一下這個電阻是多少 1.68k 所以 這一定是有問題 等一下呢 我們就拿刀片呢 把這個插頭 一刀一刀的把它削開 來看看它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它竟然出現1.69k的電阻 這真的是太奇怪了啦 在電源線裡面 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啊 因為這邊要削掉 所以我把膠布呢 改貼在這邊 一樣是可以 辨認就可以了 我們就來削看看吧 喔 喔 我不小心一壓把它壓壞了啦 我剛才一壓 這怎麼就掉了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天啊 該不會這個就是問題吧 來各位你看喔 我這個插頭呢 剛才已經被我削掉大概 三分之一啦 然後呢 它這個 它這個頭啊 它這個金屬頭 剛才我在削的過程當中 它自己呢 我輕輕施力呢 就不小心把它給 給擰下來了 你看 這個地方 生鏽 鏽成這個樣子 我想這應該就是 主音啦 哇塞 這個鏽石的地方 電阻很高 應該就是發熱的來源 那我看這一邊 這邊不知道是怎麼樣 跟這個電線線接接 我等一下繼續刮 我把它刮看看 看後面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知道 到底 為什麼 會產生一點多K的電阻 來各位 剛才喔 我在用刀片把這個 擦頭呢 把它削開的過程當中呢 不小心 把 原本跟 擦頭金屬的地方呢 把它 消掉了 所以這一整片呢 就剛才這樣 飛出去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後面這邊呢 有這個銅線 這個銅線呢 一路就是會延伸到 後面這邊的這個銅線啦 所以它們是一體的 那這個銅線是一體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因為剛才我把這個碎片 把它追回來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銅線呢 它其實延伸上來 就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會用什麼 這個地方會繼續再往前延伸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這個 兩個類似像環狀的東西 把這個銅線把它咬住 這個是還蠻常見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銅線的另外一邊呢 來 你看 這另外一邊呢 這裡呢 它接的是什麼 它接的就是我們這個剛才 斷掉的這一個插頭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這個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這個黑黑的這個接點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啦 它們剛才這兩個地方是 連在一起的 那 我在推想啦 應該是這邊有受潮啦 這個插頭這邊受潮所以這裡面就銹石了 這個銹石的地方呢 又剛好是金屬片最細的地方 然後它就會繼續銹進去 這樣子 就會讓金屬 變脆 所以剛剛我們才會斷掉 同時呢 銹石還會導致這裡的電阻 越來越高 所以當電流通過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溫度也會越高 所以你看這邊都整個烏漆麻黑的 這個我剛才用手摸其實是還蠻硬的啦 它應該是有融掉的塑膠在裡面 然後又硬掉了 如此這樣子反覆循環 就變成了今天這副樣子 所以呢 我想 這個 因為 這個很難再去量它的電阻是不是剛才的 1.6K 因為它這邊都霧漆麻黑了 如果各位有好奇的話 我們是可以量一下啦 不然我們就先來量量看 來反正我們就 試看看啦 可以量得到就量量不到就算了 來 試看看我先把它固定起來 好這邊這樣固定 會跑 這樣是多少 60幾K 50幾K 好啦反正就是 反正就不會是 就不會是零點幾就是 就是好幾K 我就 不量了啦 反正呢 各位 就可以知道 這插頭 它 溫度會增加 就是因為這裡面 這個金屬片 跟這個導線 之間 銜接呢 不良 接觸不良所造成的 所以接觸不良呢 會造成升溫 然後呢 會有起火的危險 那如果說 延伸到我們住家裡面的這個配電箱 如果你的螺絲沒有鎖緊 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 在配電的時候呢 這個螺絲要鎖緊 跟我們今天遇到的這個 插頭呢 被 被受潮 然後這個 生鏽 所造成的電阻上升升溫的 狀況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透過這個 小小的 這個研究呢 就讓各位知道 我們 插頭的升溫現象 其實就是插頭內部 接觸不良所造成的 那今天呢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那別忘了喔 要記得訂閱 食物派電子實驗室喔 掰掰 喝光音眶 喝光音樂 在家人 elaborate 哼 那個 hago 呔 呔 吧 去